好 所以一開始我就先請教一下介大使 你覺得呢 我就講這個話很有道理 因為大家這個席次的關係 剛開始說這個民眾黨就是關鍵少數嘛 對不對 但當然啦 民進黨因為把自己的道德訴求感拉得很高 所以這個時候你再去跟民進黨合作 當然特別是在立月龍頭的這個部分 你如果一合作的話 你恐怕過去的調子拉那麼高 全部都破產 然後你看吳子佳就說 柯建民講得很清楚 他說民眾黨這8票是沒用 所以都已經講到這樣 你還會跟他合作嗎 他認為民眾黨這8票變成了廢票 那柯建民講話真的很不客氣 他說民眾黨8席是沒用的 你家民眾黨剛剛歡天喜地得到了8席 你直接說8席沒用 那我還要跟你綠營合作嗎 對不對 你都已經被打臉了 你還要跟綠營合作 如果這樣的話真的就是怎樣 就去舔綠了 對不對 還要不要混啊 民眾黨8席沒用 藍營怎麼會讓民眾黨主導 如果8席沒有用的話是用來製造國際紛亂 就是毫無作用的8席 8家將完全沒用 對不對 然後他說馬上2026縣市長選舉 各黨都在大佈局演得太離譜 會自動被淘汰 你是在說那個什麼什麼昌嗎 當然我們今天沒有要討論他 所以謝大使你來看 未來其實國民黨如果要贏會贏在哪裡 要敗會敗在哪裡 說實話只有兩個字叫做團結 那你看一下你手上那個名單 你覺得呢 未來有可能會鬆動的會有幾席 當然今天很多這個政論評論家私底下講啦 認為在無黨籍這兩席當中 高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的政治理念的關係 但是陳超明嘛 大家知道有的時候司法手段是蠻有用的 而且他的案子目前只是一審 那根據瞭解呢 可能還有一些委員他的案子可能還沒有進到一審 所以大使你覺得呢 當然陳超明他也代表國民黨選過 他也代表民進黨選過 所以他的 他這個還有無黨集選 他是政壇老將 那所以就光這個紀錄來講的話 就變成就是說 會讓人就是說在這個時候比較沒有那麼有信心 他反正他也是無黨籍啊 他也沒有義務要支持誰啊 從這個道義上來講 他本來就沒有義務一定要支持誰嘛 他支持就是道義力挺啊 他也不是打著國民黨招牌選上的 那高精的話呢 政治立場跟國民黨 比國民黨還國民黨呢 很多支持高精的都是國民黨的 而且是國民黨的深藍的 聽了高精講話都覺得振奮無比啊 替國民黨的這個委員講話還更怎麼樣 立場分明 旗幟分明 坑坑有力 對大陸以相對友善很多 友善很多 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說 這兩票的話 那就是說也不能百分之百說都一定是歸國民黨的啦 對我覺得這部分 那國民黨本身會不會跑票 是因為這次他要亮票 要亮票 因為本來這個投票他是所謂秘密投票 本來在改革這個立院改革裡面 歷次都有人說 這個要改成記名投票 這個不能夠說還要 因為這就鼓勵啊 有些政黨 用不正當的手段去影響敵黨的這個陣營 那你要知道我們在這個地方議會裡面 過去我聽說這個要選議長的話 那簡直這個風氣壞透啊 都是有都是有價碼的 一個議長要幹議長他要出多少錢 這都是有價碼的 這個我是我不是深信不疑我聽了很多 那所以台灣的政風並沒有那麼好 那這個這個事實上的話 這一次就是說其實關鍵的 還是在那個民眾黨的8票啦 那如果他團進團出的話 他這個事實上國民黨跑票 就可能不是一個大問題了 因為國民黨要跑票的話 事實上現在國民黨如果說是53的話 只要4席對他就拿到了 那可是呢如果說你今天那個 民眾黨是8席都過來的話 那就他再跑跑個跑個跑個 跑個4席也沒有跑個4席他還是贏嘛 對所以國民黨這些人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有一點命相學 這命相學我看都不像是那個會 看起來都還忠厚老實 那可能只能看照片 不過我覺得國民黨其實這個投票 他是兩輪嘛 他這個2月1號 第一件大事當天就要選出一個議長 對跟副議長 議長跟副議長是分開選的 不是一組選的 他是兩次 院長 院長 院長跟副院長他分開選 那第一輪就是說 你如果有三組人的話 如果有三組人的話 那你第一次投票就要逃派 你沒有一組過半的話 你就是把那個三組中的那個比較弱的 那就淘汰掉對不對 那第一組就就是說剩下兩組 這個三組的話 淘汰一組變兩組 兩組以後投票呢 就是絕不是以絕對多數就相對多數 不管你多少票 你過不過半沒有關係 這兩組誰的票高誰就當 誰就當選了 所以呢 我倒是一看這個情況 我就想說哎呀會不會 這個 這個民眾黨 他整個怎麼講 整個霸選 他不投 也就是說最後是什麼 好啦 五十四 對五十一就過了 因為第二輪的時候不需要過半數 你知道第二輪過半數 他他他棄權他都不投 對都不投以後 那就表示他沒有表態支持哪一個黨 那可是呢 還是國民黨這一組當選 這是一個可能 對雖然現在講說要量票 團進團出要量票 因為量票的話 你要跟這個黨團確定嗎 你沒有跑票 那這個大家也認為是應該的 也獲得了這個共識 但是有一種叫做 我沒有選別人 但我肚子痛沒辦法來 對不對 那就黨紀伺候 那就黨紀伺候 那這樣子的話 事實上的話 因為民眾黨 事實上他可以左右這次的選舉 因為他8票 事實上影響非常大 那他團進團出的話 他要不然就是集體投給 國民黨嗎 要不然集體投給這個 這個 民進黨嗎 要不然集體棄權嗎 或說投給自己啦 投給自己就等於棄權 類似這樣 他可能沒有機會投自己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第一輪 他自己人出來 第二輪就沒有他的候選人 是是是 他第二輪只能有兩組 那看起來這兩組一定 一個是國民黨 一個是一個民進黨 那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棄權 棄權還是國民黨當選 那這種可以間接表示說 他支持國民黨 那可是他又沒有真正支持 這是一個選項 我不是說一定會 會有可能有這種情況出現 那也有可能 團進團出他去全部 全部都給國民黨 國民黨就穩當選 全部給民進黨 也給民進黨穩當選 對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便是請進行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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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有光 有光 在心體健康